飞度曾经堪称是日本本田汽车旗下的一个神话 尤其是第三代飞度上市以后 更是获得了GK5的称号 可谓是万众瞩目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飞度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好 相较于竞争对手 大众POLO越军万余台的销量 飞度的越销量只有8000台 面对这一现状 很多人表示 GK5恐怕要从神话变成笑话了 那么本田飞度为何现在混得这么惨呢 首先我们要肯定飞度是有很多优点的 这款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空间大动力强 第二代飞度就曾经被认为是一款非常出色的买菜车 这主要特点就是车内空间非常大 而新版的飞度保留了空间大这一特色 并且搭配了1.5升地球梦发动机 让自己变成一款平民超跑 此外这款车的售价只有8万元左右 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宜 却为何没有人买呢 这就要从飞度的缺点开始说了 这款车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毫无任何的品质感 这款车走的是平民路线 内饰可做工可谓是惨不忍睹 完全没有本田的特色 更重要的是 这款车的隔音效果非常差 开在马路上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周围传来的噪声 如果你觉得这是所有的问题 那么只能说你想的太少了 这款车没有倒车雷达 没有车身稳定系统 也没有上车辅助等功能 连大灯使用的都是鲁灯 配置相当的低下 可以说这款车除了吸引一些 那些重视价钱和性能的男性之外 对其他人毫无吸引力 如今大众Polo已经对飞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 飞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这次为什么会面临如此大的问题 只要正视问题改正问题 才能让飞度再度飞起 再一次成为小型汽车中的佼佼者